中印边境冲出鱼波未尽 距离印度本土800公里外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却已半起波澜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2020年9月5日至6日 印度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 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举行的英婆罗海军2020双边海军演习 并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俄太平洋舰队特里夫斯海军上将 和维莫格拉多夫海军上架号大型反潜舰 印度海军自主建造的萨亚德里号引申护卫舰 以及两国的多艘大型邮轮 护卫舰驱逐舰扶起舰舰在直升机等参与此次军演 据俄军方发布的消息 此次演习以非接触形势进行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 双方没有进行联络官交换 俄印海军在此次演习中进行了战术机动和通讯组织演练 完成约实场战斗演习 包括用舰炮向海上和空中目标射击使用反潜武器 演习中还多次使用甲板直升机 此次演习恰逢印度国防部部长辛格访问莫斯科 双方达成新的军事合作及武器交易协议 据辛德里消息人士透露 辛格得到俄方关于随时提供米格29战斗机 按时甚至提前交付S400远程防空导弹的明确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印度国防部突然宣布 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印度军方决定取消参加今年9月15日至26日 在俄南部地区举行的高加索2020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不过印度媒体引述印度国防部消息人士说法称 印度拒绝参加联合军演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是不愿和中国合作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英陀罗海军军事演习于2005年首次举行 2017年期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 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说法称 此次演习将再次展示两国海军之间的友谊 信任合护操作性 印度多家媒体高调认为 此次演习是俄罗斯在关键时刻向世界表明的态度 即新德里在莫斯科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再次得到大幅度加强 不过 有俄罗斯媒体则对这些高调言论泼冷水 认为莫斯科不可能在印度与其邻国之间搞悬边战 因为完全不符合俄罗斯自身利益 尤其在当下美国和北约对俄互负负警力的大背影下 克里姆林宫更希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伙伴 此次举行印俄演习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印度斯坦时报2020年8月25日报道称 印度海军计划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迅速升级并改建基础设施 以确保船只从孟加拉湾到马六甲海峡 从亚丁湾到阿拉伯海的航行安全 此前已有消息人士透露称 自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 印度海军已经在这片被当地媒体誉为后院的群岛周围增强巡逻 同时还隐秘的向南海派遣海军舰艇 以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 印度斯坦时报援引印度军方高级官员的消息称 该群岛将成为印度的新航母 旨在将印度海军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印度大陆之外 公开资料显示 印度自1999年开始在该群岛上组建远东海军舰队 并在2001年成立了安达曼尼科巴司令部 是印度目前唯一一个三军联合司令部 2019年1月24日 印度海军在安达曼岛北部的科哈萨开设第三个航空基地 该基地设有一条1000米长的跑道 据当年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援引印度海军发言人消息称 该跑道将延长至3000米 以便战斗机和其他飞机能够开战行动 有分析认为 在当下中印边境冲突的紧张局势下 印度大规模升级军备频频秀肌肉 是想要切断中国面向东南亚非洲及中东的能源运输动脉 同时借此提高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地位 不过中国著名军事专家张肇中撰文认为 即便以最乐观的预测 印度将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转变为大型海空联合基地的目标 也要在数年后才能实现 即便印度届时拥有如此能力 能否在印度洋建立自己的地位还言之上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